怎么你也跟我作退啊 陈总 你怎么在这 这不怕该我问你啊 可这不是女更衣室吗 女更衣室 女更衣室 是我搞错了 我这就走了 那个陈总 您能不能先出去一下 让我把衣服换完再进来 穿什么穿 这样不挺方便吗 你别过来 别过来 怎么喝了那么多酒啊 瞧你这笑脸的笑脸 你别过来 你给我喝开 脾气还挺臭的 那卫星是不是就因为这个 才把你给甩了呢 你别过来 没关系 我喜欢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别走啊 还想跑啊 要过来 你别过来 卫总 我的人你也敢动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我一天没说分手 他就还是我的人 你放了我一封手套 你放了我一封手套 我不要 你想被他看看够吗 放开我 那我够了吗 我弄 你差点被人非礼了知道吗 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要不是因为你 我现在还在盛总酒吧打工 要不是因为你 我不会莫名其妙背负了 几十万的债务 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会在学校被人指指点点 到现在还被别人以为 是被你甩了的可怜虫 过去的事情是我不对 我道歉 又是道歉 这已经是你的新招数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原谅你 然后继续钻进你的圈套 我这次是真心的 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 还会敢相信你吗 等等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打工 这是不是又是你另外一个局 英雄救美是吗 你想多了 是我想得太少 就是因为我把你想得太简单 我才会一次次地相信你 像一样我想要太少 我才会把你当朋友 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的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朋友 笑一秒还笑着你 下一秒就开始算计 是不是当你的朋友 就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随时和你斗智斗勇 我永远猜不动你的笑容背后 我永远猜不动你的笑容背后 到底藏着什么诡计 你在套路太深 我玩不起 我求求你放过我 放过我吧 把之前的事情都忘掉好不好 你想要工作 来云马上办 你听不懂我说的话什么 说了 我永远不想见到你 我不想见到你 这人 放开 放开 怎么是你 你们认识啊 小飞 我们走 走开 等等 不许走 你凭什么带她走 让开 不许走 没事吧 对 我想回家 走 咱们回家 宝贝 我先带她走 你到底想干吗 她已经被你害成这样了 你为什么还不放过她 我只是想让她做我的女朋友而已 你想 你怎么不替她想想呢 你是不是被女人惯傻了 你以为每个人给钱 就能听你话是吗 是 有些人是喜欢钱 比如我 但周氏不是 她也需要钱 但是她也需要尊重 如果你真的想追她的话 你就放下你身上的总裁架子 好好替她考虑 当然 我更希望你离她怨点 不要伤害她 行了 我不跟你废话了 我警告你啊 别再跟着我们 等等 干吗 帮我跟她说声对不起 对了 那个刷表我已经保养好了 明天要快点给你 到货 看什么看 不会连这块草坪也是你家的吧 你不是不想见我吗 你不是不想见我吗 我是不想见你 可是谁让你整天跟个苍蝇一样 我 围着我转 敢不敢不走 被苍蝇一直围着 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 我就知道我不该理你 我心情不好 你可以陪陪我吗 你可以陪陪我吗 我有的时候也会心情不好 不开心 也不会跟别人说话 可是后来发现 这个方法并不管用 因为一个人的时候 就更容易故事乱想 反而会越来越不开心了 那该怎么办呢 分散注意力 买买买 吃吃吃 最好是和朋友们一起买买买 吃吃吃 这样的话呢 你又会看着账单发愁 就没有心情去不开心了 可我没有什么想买的呀 你有什么想买的 不然我买给你吧 你又要套了我了是不是 我是真心的 花钱对我而言 没有什么乐趣 我在想 如果你有喜欢的东西 我买给你 你开心了 是不是我也就可以开心一点吧 有钱真是气死人呦 那你可以给你的朋友们买呀 你的狐狂狗友应该挺多的吧 你都说了是狐狂狗友 那找他们干吗 难道你就没有一个真心的朋友 小时候有 现在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去交往呢 因为我不能和别人接触 虽然你很厉害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高冷吧 试人怎么说 高处不胜寒 虽然你这个人确实讨厌了点 但是还不坏 还是要多和人接触的 你这样没有朋友 会憋死的 不是 我是 是什么 没什么 既然你这么鼓励我 要多交朋友 那你是不是应该先以身作则 先跟我交朋友啊 之前的事情 是我做得不对 没有顾及你的感受 让你受了伤害 对不起 没 没关系 那我们现在 是不是可以成为朋友了 那做朋友也可以 但是你不要乱带节奏 也不要送我东西 什么都不要送 好 我答应你 这么快就答应了 怎么觉得自己还有一点亏 你要是觉得哪里亏 你就告诉我 说出来 我通通答应你 这么自信的 那我就给你出一个题目吧 你呢 不许给我送吃的 不许送礼物 不许送花 什么都不许送 但是还是要打动我 那样我就原谅你 怎么样 做不到了吧 这有什么难的 我答应你 那一言为定